连载小说 霸诚烟云 十三 杰瑞的债语长 二 人事部门正式表态 说个人债务或个人感情问题 公司是不介入的 公司甚至不会向员工宣导 不要借钱给同事 这样一来 杰瑞至少不会因欠债 被公司开除了 许多同事对这样的法规愤愤不平 他们认为如果杰瑞不是同事 他们绝对不会借钱给他 所以公司要负某种程度的道义责任 吊诡的是 同事们也不希望他被公司开除 因为如果被开除了 就算有心还钱 倒是连偿债能力都没有 那就真的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 话虽如此 但是当别家公司的人也来讨债 拉起红布条 向C公司警卫投诉的时候 他就真的很难待下去了 主管要杰瑞详列债权人名单和基欠量 他刚开始只敢透露供业20万 但因不断有人投诉 只得被迫拖出百万以上的部分 以他目前的薪资来偿还 结一缩时至少要还三年以上 但主管还是逼杰瑞写出还债计划和切结书 此时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少 借钱的圈子越来越大 理由也越来越匪夷所思 他的债务问题不断拖欠扩大 老板烦不胜烦 最后只有要求杰瑞自动离职 那一天公司警卫突然告知 说有一位王姓女士要找他的先生 白替补门的 这位女士正是杰瑞的未婚妻 他两天前发现杰瑞情绪十分不稳定 为了还不了钱借酒交仇 今天早上说要去上班 但同事说根本没有来 他非常担心 所以赶到公司来了解状况 经由和他的对话 阿飞了解了他与杰瑞认识的经过 从仰慕到被利用悲债 到住进他家 到担心他出事 整个故事听起来像是被魔法催眠的小公主 倚债养债的结果 他以疯狂的逢人就界 理由也愈来愈荒唐涂涕 诡异的是 杰瑞为了借钱所编织的各种谎言 后来净多成真 比方说哥哥自杀 比方说离婚 亲人出车祸等等 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仿佛冥冥之中正遭天遣 阿飞安抚完这位王女士 答应他协寻报警 并随时保持联系之后 还是让他回去了 同时阿飞也联系上级长官 请是是否找公安协助 上面的想法是 公司的名声非常重要 一些坏的消息会影响公司未来的信誉 以及投资贷款的机会 所以不希望把事情搞大 换句话说 就是要部门先自行处理